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以合計新台幣42億元奪冠 其次是美國和中國大陸 那像飯店 住宿這座 也會是嗎 所以您負責比較大型的製作量 可能在吃喝玩樂吧 買衣服 你要裝衣服吧 刷卡境和類別 男性 女性也大不同 以海外刷卡日本來說 女性刷卡比數佔比六成 男性只有四成 但男性消費實力平均在一萬千元 七千兩百六十六元 以刷住宿和餐廳較多 女性則為一萬五千六百九十七元 主要花費在買衣服和買藥妝 海外刷卡消費 都會有手續費的部分 所以你在選擇的信用卡上 最好要能夠超過1.5%回饋的 才可以遮蓋掉 你1.5%手續費的部分 男人負責大筆費用 女人則愛買小東西 出國旅遊 男女消費結構大不同 三地新聞 楊玉璽 李某山台北 謝謝相報導 好